東橋Vlog 我們這裡跟凱特文化合作 也要介紹他們一本新書叫《東京璇》 這本《東京璇》是由兩個韓國的設計師所撰寫 有關文化、藝術、設計的東京 那我們第一站就用身後鮑伯家高原寺出發吧 有沒有跟書上的照片一樣呢 我們來觀望高原寺吧 高原寺是東京終於復古文明的地區 在這裡有許多年代久遠的衣服、地方 刺激大家的懷舊情感 這是書中介紹的KOTOKOTO 它是一個日本手工的道具店 這邊叫大一市場是賣港貨的 但後來被改成賣亞洲料理 我們現在在大一市場裡面 一家很有名的越南料理 我們現在高原寺冠完囉 去中木黑的ONI BUS COFFEE 這裡是中木黑的ONI BUS COFFEE ONI BUS 在葡萄牙域裡是公車的意思 就像來回每個車站 將人與人連在一起的溫暖咖啡廳 我們現在在ONI BUS的二樓 然後它這個地方呢 小小的一家店 還滿有風味 然後大家在一樓的話 可以坐在湖外喝咖啡 二樓的話你可以一邊看 車經過 我們喝完ONI BUS COFFEE 要從中木黑走到代官山的T SITE 中木黑到代官山要排斷小小的坡喔 走吧 這是最後一站代官山的T SITE 鳥屋的意思是有長青藤的家 這裡大致上分為鳥屋書店 零應路 商店 一樓的商店就像小村莊一樣 圍繞了T SITE 以森林中的圖書館 為主題設計的T GARDEN 是附近民眾散步的路線 人氣非常的高 這地方營業到凌晨2點 所以其實晚上來這邊的情況很不錯 我自己就滿喜歡來這邊玩的 我是因為看不懂日文啦 所以就只能夾文盲 逛逛書店這樣 今天介紹了三個東京玄裡面 比較文青的經典 如果你們喜歡這樣的行程 可以來翻翻這本書喔 我是包伯 我是主人 大家下次見 拜拜